您今天的餐桌上有猪肉吗? 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人吃最多的肉就是猪肉 平均每个人一年可以吃掉38公斤 但是您知道您吃的猪肉都是怎么饲养出来的吗? 事实上,目前国际间正展开一场母猪饲养方式的改革 欧盟国家从2013年起,所有牧场都必须以人道方式养猪 而素食业龙头麦当劳也宣称,2022年之后 美国本土分店指向以人道饲养母猪的牧场采购肉品 不过现在普遍的养猪方式,究竟有什么样不人道的地方? 而对于猪的人道,又该怎么做呢? 要三五就好喝 猪是我们吃最多的肉 做咖喱 咖喱要适合什么样的肉? 像老鼠肉啦,比较软的,像它的大芝麻蕉菜,都可以 我们熟悉猪肉 但对于猪的生养也熟悉吗? 像现在这个栏味,我觉得母猪越来越大 这个格子应该要再多定一格 另外它们还像一样 对,其实这些应该都还要设计 因为现在母猪真的发展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养猪场,推广东福利的廖正园和牧场技师陈梦杰 正在讨问母猪的栏味设计 这长、宽两公尺的空间就是猪妈妈坐月子的地方 猪生出来以后,它们在六个小时之内会固定抢到哪一颗奶头 以后就会固定了 所以它们要抢的时候,要往前面抢 为什么?越后面的奶越少 好吃,好睡,才能几米大几寸 不过在台湾的养猪现实中 并非都是这般温馨的画面 放饭是动物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整个猪舍都亢奋了起来 但却不见任何猪蜂涌而来 仔细一看,它们一只只都被关在长约两公尺 跨约0.7公尺的栅栏内 不能转身,更不能出来抢食 这是目前母猪饲养最常见的形式 侠栏 这样一格一格的话 像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边都有所谓它的母猪记录卡 大概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 这只猪是哪一只猪 它什么时候配种 它配的公猪是哪一种品种 然后它怀孕的天出到哪里了 一个个侠栏方便管理者精准掌握每只母猪状况 同时也能提供保护 让它们安然度过四个月的怀孕期 树基本上它如果说关在一起的话 它会进行打斗 它们会有排位的这样的行为 如果说今天都关在一起 母猪如果说都有怀孕 我们就很怕它们说 在打斗的过程中 就会造成流产这些问题 前面的鲨鲁成本 精益的成本 还有许许多多的成本 都流失掉了 既能提升饲养效率 又可减少猪农损失 这两项优点让霞兰从20世纪中起起 便开始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而怀孕母猪生产前 在一到差不多尺寸的分面栏中生产 蓬乳 不过这高效率的饲养方式 却让母猪一生在霞兰与分面栏中轮回 直到五岁左右被淘汰后 成为肉松、肉干或贡丸等等 试想一下 这样过了一生的母猪 到底算是为人类赚取钞票的生产机器 还是有生命的动物呢 它当然是生命 但我们对待它的方式 却处处方便人类 这样以人为本的原则 也适用于小猪 小猪一出生就有八根牙 但一天之内 这几颗尖牙就会被剪掉 这个牙齿是干嘛 就是小猪要抢食物 要打架要用 所以它会把妈妈的奶头咬上 如果奶不够的话 然后会跟同伴对打 咬到奶头上会痛 母猪就跳起来 跳起来再倒下去 很容易把这个猪猪压扁 它瘦不了两三百公斤的母猪压 而另一样小猪一天内就会失去的是它的尾巴 看似是保护母猪或小猪 但说穿了 这更是为了避免猪农的损失 目前动物福利中世界公认的目标就是保障动物的物质自由 像动物应有免于疼痛伤害的自由 免于恐惧痛苦的自由 表现正常行为的自由 而当今猪场惯性的母猪侠篮或检尺检尾都违反了这些自由 但这些猪洞服的理念和做法要怎么传达给养猪人呢 要让环境丰富化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 有的人会放铁链 有的人会放木条 有的人会放草料 就是要让它能够去养 不过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会需要一些照片 或者是要看过那个食物 这样我才知道要怎么化才行 在养猪产业40年的罗玲玲 想将猪的福利饲养画成漫画 找来罗传桥设计故事 这将是全世界第一本主动服的漫画 在民国96年就成立了 经济动物福利的专家团队 那时候我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 那在一开始的那几年 我们每年都会办研讨会 那可能是因为盲的关系 所以我们养猪人很少看到他们来参加 他自掏腰包印刷500本 希望有轻松简单的方式 传达主动服的做法 我们现在很多养猪人 当讲到动物福利 他就是一条线的 他就是要花钱 然后就会比较抗拒 那其实动物福利是多元 那如果是以资源导向的 大概就会牵涉到要修剪注射 要添购设备 那因为要花钱 所以他就会缺顾 以动物为导向的话 你把你的饲养管理的方式改进 那还有这个畜牧管理人的素质能够提升 漫画之中对于不减齿 不减尾都提供了因因之道 这些都是在食物上被验证有效的方法 例如爱玩的小猪 是因为无聊才会咬同伴尾巴 只要提供轮胎铁链水管 或塑胶瓶当玩具 就能减少鸟尾 而坚持也是如此 如果猪妈妈有足够的饮水和营养 奶水族小猪就不用抢奶头 也不会咬伤妈妈 甚至连猪龙最担心 母猪不用侠岚 会打架流产的问题 其实也有了客户的方法 母猪一断奶以后 让他们接触 排好位序之后 它刚好发情了 发情的配种等它同一群的母猪都配好了以后 那个时候它已经位序也排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混养回来 他们都认得 也不会打架 大家就和平相处 其实这个做法 我们已经在很多牧场做过测试 它是非常有效 不会造成流产 我们现在这一批母猪生产 大概有多少种 我们这一批的生产母猪37头 廖振元的母猪群养测试 当初就是在陈梦杰工作的猪场进行 这里是养了两万只猪的大厂 现在小猪已不减齿 不减尾 还开放了一小部分厂区 让母猪不住侠岚 但动物快乐了 人就难过 资料来说 我们在夹兰那边 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 每一只该吃多少量 我们就喂多少量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变成说 必须要撒在地板上 回归它最自然的采食方式 而这些采食方式 就会造成像地上这些 有些它可能脏了 它就不吃 就会造成浪费 而浪费以后 我们也必须要多花时间 跟人力来做清洁的动作 要提升猪福利 这样的企业养猪 或许有办法 应付多出来的人力 饲料等等成本 然而国内 7000多家养猪厂中 规模999头以下的小厂 就占了8成 这些小农 又该怎么克服增加的人力 财力负担呢 跑掉了 徐文藤一双锐利眼神 盯着小猪 他正在抓凶手 他家的小猪 不剪尺 不剪尾 也有玩具 但总有几只 特别调皮 还是会咬其他猪的尾巴 因为他咬一口 他就开始就装五步 就在旁边画 画 咬一口就很漂亮 但是被咬那只猪 就是会叫 我们就注意看他父亲的猪 徐文藤的猪 花色很多 这种叫做盘科下的猪种 和白猪 黑猪比起来 长得慢 又生得少 明明是饲养效率低的赔钱货 却是他突破小农 人力与财力困境的秘密武器 像我们的肉猪设 平常如果说照一般的设计的话 我们那一栋肉猪设 三四六平方公尺 它可以养到差不多六十只 如果说可以的话 让猪大概三四六平方公尺 维持大概二十七到三四头 这样是最好的密度 饲养密度减一半 猪少了 人力负担就小一些 同时环境 风风变好 肉品质也会上升 再加上它的猪 还有特调补品 抹茶粉 巧克力粉 巧克力 而且是浓度比较高的巧克力 还有一些榛果 自从徐文藤从父亲徐水拳手中 接下了猪场后 念畜牧本科的他 进行了一场革命 改品种 减数量 饲料 下重本 样样在老父亲眼中 看来亏本的做法 其实获取的利润 比以前好 你说梅花吗 对对 梅花下礼拜 下礼拜四你过来拿 你说一条嘛 对对 好好好 许家的猪肉 成为五星级饭店的 抢手货 乳货是绞肉 它最基本 基本款就是乳肉跟绞肉 对对对 他他的肉是Q的 自家经营的肉铺 客人也络绎不绝 在这里 订肉要等是尝试 桌上一叠厚厚的订单 则是日常景象 就我听到有要 一个礼拜后才拿得到肉 对 就因为我没有 不太会养 输掉养不起来 所以就知道 逐温腾说的客气 尽管他家猪肉 比一般肉贵上二到四成 这些客人却还是愿意等 他有一个样 那其实在一个消费的概念 可以做什么 这才是一个常业之籍 他们家的肉质是没有肉 然后他们家的肉 淡淡的气质味 顾及卫生的冷藏设备 客人看在眼里 而精心养出的好肉质 客人也吃得出来 要提升动物福利的 另一个关键 就在这里 就是消费者 这是2013年 美国动保团体 卧底进猪场所拍摄的 这家梦场 是美国卖场龙头 Walmart的供货商 影片公布后 消费者对Walmart 发起了一连串的 罢买与连署 迫使Walmart宣誓 此后只销售满足动物 五个自由的牧场肉品 这是消费端促使了 生产端的改革 但回来看台湾 我们的消费者 也能改变养猪文化吗 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习惯 在嘴巴上面 会说要照顾动物 可是他不愿意付多的费用 去买那些照顾动物的产品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猪以后都要杀掉 所以他就是猪肉 猪肉为什么要有福利 事实上我们养的是猪肉 动物福利其实是在心的 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台湾人一年吃掉 38公斤的猪肉 猪是我们摄取最多的肉类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口语 导致其他生命的痛苦 面对眼前的盘宗孙 你希望他是在怎样的生养环境呢 你ische乐